大家好,我是WeHealthier 最近在互联网上的报道和访问 就留意到艺人细小粒 透过健康饮食去减肥成功的起进 由沽峰期的280磅 减到现在的170尺磅 其实想选这个机会以另一种形式 向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减肥的 比较快手的资讯和新闻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而这个影片就不会像平时的一些影片 太多剪辑的工序 主要都会用一些 互联网上搜寻不到的图片和循环 播放出来 因为如果剪辑得力 就新闻变了旧闻 不好意思,会比较脱落一点都不定 我会尽量改善 这个影片就着这件事 分开三个部分去讨论一下、分享一下 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它的体重 数字上都挺夸张的 如果真是透过健康饮食去减 其实每日是要吃少多少东西 即所谓的能量缺口是要多大 还有想看它靠健康饮食去减这么大的重量 其实是不是make sense 当然我是希望它make sense 第二部分就是想分享它成功减肥的动力 和核心价值观的 第三部分就是聚集它在报道中提到的一些健康减肥的策略 好,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第一部分 其实我真是想计计它每日的能量缺口是多少 那它原先有多重呢? 大概在五年前 它接受了一个电视头的访问 当时提到它是刚刚由二百六十几磅减到二百二十几磅 主持人还优他一脉 就在节目的尾声送了一个电子磅给他 他就很好吃做 就立即说 那你即是叫我立即磅重 他就即时踩了上磅上 磅到的数字就是二百二十七磅 记住这个是五年前 因为过去疫症这几年 小小的就在大陆很积极地去直播大货 而网民很正怒就是 好想看到它疯狂地吃东西 那我就找到一个大概是九个月前的YouTube Video 那片段就是说它因为直播大货的关系 体重就直逼二百八十磅 很多网民都叫它要注意身体 那他就说大家就担心 其实我最近又减了七十磅 那就是大约二百十磅 那记住二百一十磅 这是九个月前的数字 那就大概有了概念 撇除开它因为工作的关系 而体重会飙升去到二百八十磅 其实它正常的体重应该是说二百二十磅左右 直到最近这几天的报导 就说它现时的体重是一百七十七磅 在这么多个报导之中 我觉得比较接近的报导 就是说它在四个月内减了六十八磅 正如我之前所说 它正常的体重大约是二百二十磅左右 那可能微微升回到二百四十磅 之后用了四个时间去减了六十八磅 去到现时一百七十磅的这个水平 那我就看看这个是否一个合理的数字 其实四个月减六十八磅 即是说每个月要减十七磅 因为每减一磅 是需要吃少三千五百卡路里的 即是说如果每个月要减十七磅的话 三千五百乘十七 就是接近六万卡路里的 六万卡路里再除回三十日 一个月三十日的话 能量缺口就是每日二千卡路里左右 那记住不是说每日吃二千卡路里 是要每日吃少二千卡路里 那究竟她之前是吃多少卡路里的呢? 那就没有报道有说过的 不过假设一些大吨位的男士 其实都要吃到三千卡路里 都不定的 那如果我当她都是那种的分量 三千卡路里 即是说她现在是吃一千卡路里 才可以叫做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叫做健康 就是用一些正常的饮食方法 以四个月的时间减到六十八磅 那会不会是她之前是吃四千卡路里 现在减到吃二千卡路里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看她现在吃的餐 目测 应该是可能是千多卡路里 就是这样贴着她最理想 不是她现在 是她的目标的新层代謝率 可能是千一千二卡路里 那如果她现在饮食的照片是千二卡路里 即是说她很可能 之前是吃三千二百卡路里 那这个是很夸张的数字 但是我相信不是无可能 因为你看她在直播大科的画面 她真的吃得很夸张 当然她是戴着货帮子才敢吃 镜头背后是否敢吃呢? 这个真的没人知道 上述都是一个 我纯粹很数字的方法 去判断她是否真的 用健康饮食的方法去减肥量 这个纯粹是理论上的计算 老实说 那么进取的减肥方法 其实是相当困难 不过我又觉得不是无可能 我只可以这样说 你说我信不信 我不在这里说 是困难的 但是不是无可能 其实很取决一样东西 就是她的意志力有多好 所以第二部分 我们就会看看 为什么她今次 这么有决心去减肥 在报道也有提到 小小的 在早一两年 她婆婆就过了身 现在跟她在一起的 就是她的妈妈 跟她相依为名 自己太肥的话 当然会引起三高的问题 甚至乎如果不幸 譬如中风 她就觉得 真的会成为了她妈妈的妇女 这个点是对的 其实在我身边的不少朋友 都是因为家人 尤其是多数老人家 出事后 或者有些大病之后 忽然就有决心去减肥 当然这些多数 会发生在中面人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她这个原因 为什么这么大决心 这件事是好像挺合理 当然除了这些突发的事情 令到她叮一声 是想搞好自己健康之外 另外就是 那个人 他是不是可以这么长期维持 这种 这么坚毅的饮食方法 都很重要 就是她有多坚毅 看回 小小的又提到 她这几年直播大课的事业 其实并不是一帆封信的 她是由零开始 第一场直播 没什么人看的 OK 没做 继续做 然后又继续 没做 又继续做 这样不停轮回了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她自己都开始想放弃 和怀疑自己 她老板 不知道是不是王祖南 总之她说她老板 就说OK 你现在这一刻 你不要大货 你想清楚 整件事是怎么样 然后再观察一下 人家是怎么带货的 学会掌握个节奏 和看回数据 去明白带货 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 好了 当她再重返这件事的时候 她就要再求 一些供应商 给货给她带 这样 到了再做直播的时候 然后 就林祥非常留意观众的反应 去做出一些适当的回应 和应变 她又开始去想 究竟 那些人其实是想买些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要在网上买东西呢 当时就留意到 其实人家的心态就是 疫情的时候 封了关 广东省的人 是很想买一些香港的贺年食品 例如是金沙 洛家人堂 之类 那我们就开始掌握到这些重点 就变得越早越顺利 在以上所描述 你看得出 她的人其实都可以挺坚毅的 行不服输 行不服气 而且也有些小聪明 想到一些 计划 和看得通透一些东西 即是你会感觉到 她的人 只要她肯用心出来做一件事 她其实是做到的 还有一个挺有趣的重点 小小的在她事业最失意的时候 她就说 差不多每晚都哭 哭了差不多半年 每晚她就是靠听着 一首歌就是 《庸善玉》那首《亚信的故事》的主题曲 应该听超过一千次 甚至乎接近二千次 她说第二天都会有精神地做回事 其实有时听这些 例子性的歌曲 听起来好像很老套 但其实都有一些 正面的催眠作用给到自己 即是跟自己说 OK 我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有信心就可以了 也会帮助到一段很难熟的时间 所以可能她往后面对一些很困难的 在事业上的东西 或者是 如果在减肥那方面 你要她每天小吃二千卡路里 不是无可能 她自己也有说过 她说我肥多少或者瘦多少 不是一个重点 重点是我能够靠这个 一个坚毅的精神去完成一件事 有时我们看一个人说话 她究竟有没有老作 有没有吹嘴 其实都是了解她的内容 看看她的前言 对不对口语 正所谓就是 说话是否 consistent 暂时来说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她说的东西 都是挺 consistent 说到这里 看一提大家 给个like我先 好了 来到最后一部分 就是想说一下她用什么的减肥方法 如果大家都是相信 健康饮食的减肥方法的话 以下这些重点绝对不陌生 首先说一下什么不要做 她说不要相信坊间的所谓 五日减肥法 十四日减肥法 那些 还有就是不要吃减肥药 那要做的东西 包括就是 喝水 每日2-2.5L的水 那她就说不包括花茶 和其他饮品 那我自己都是大概喝2-2.5L的水 但是当中我自己 就会是包括一些淡茶 或者是淡的汤 那咖啡就一定不包的了 如果你喝了一杯咖啡的话 就要补回一杯水 要有充足的水面 那就要够7个小时 就等这五藏六虎有时间排毒 还有就是产生瘦素这一样东西 很重要的 它都有剂掉 所有的精济糖 那不只是白砂糖 包括黑糖 红糖 蜂糖 蜜糖 全部都要计 其实这些糖 我都是很少吃的了 其实小小的 都有提到 要打开能量缺口 不过它就没有特别提到 究竟它的能量缺口是有多少 有没有 好像我们刚才计数 那样计了2000出来 不过我的忠告就是 无论你的能量缺口是怎样都好 每日所摄取的卡路里 必须要是高过你现时的新层代謝率 还有当然要营养均衡 还有都是一些 大家经常了解到的 一些减肥重点就是 比开酱汁 这些常见的健康原则 这次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法 不妨在下面留言 如果刚才提到的一些重点 想知道多些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再次多谢大家听到这里 不好意思 这次第一次尝试的确是 都挺脱咳的 我会努力去练习 和改善的了 和也会继续拍一些短片 去分享我的减肥历程 的小经验和小分享 希望帮到大家了 下次我们再聊个 拜拜